大家好,欢迎来到中老年讲堂 如果您觉得堂堂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堂堂点个赞 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 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 您的支持是堂堂最大的动力 今天堂堂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原来这些病都不是病 中老年人别再吓自己了 越早知道越好 人终有老的一天 而年纪大了不中用了 也是很多老人常挂在嘴边的话 但人老后出现的很多症状 其实并不是病 我们也应以平常心去对待 一般来说正常人健康状态 过在25岁左右达到顶峰状态 之后人体会慢慢步入衰老阶段 健康开始走下坡路 40岁后衰老加速 更易随之出现各种迹象 而过了60岁后 若被误以为是疾病引起的 很容易影响身心健康 那么有哪些衰老现象 常被误解呢 1.睡眠时间早 醒得早 不难发现身边的老人 几乎都醒得很早 夜间也很容易醒 这多数是因为体内褪黑素 分泌减少而造成的 褪黑素是大脑松果体 分泌的一种激素 可以缩短入睡时间和 被唤醒的时间 减少觉醒次数 从而延长深度睡眠时间 辅助改善睡眠 而随着年龄增加 褪黑素的分泌会减少 因而老年人深层睡眠减少 浅层睡眠相应增加 而且对外界环境较敏感 非常容易从浅层睡眠中醒过来 适当的阳光照射 可以辅助人体 合成褪黑素 但对于睡眠质量较差的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 自身合成褪黑素的能力降低 可以补充外缘性的褪黑素 二 心理或社会因素导致的症状 独居 丧偶 退休等这些因素 对老人的情绪影响比较大 容易导致老人失眠 或不愿意出门与外界接触等 有此类情况的老人 一定要多于亲人朋友们交流 培养自己感兴趣的爱好 用来丰富生活 分散注意力 但需要注意的是 若因为睡眠少 导致神皮乏力 头晕头痛等 就需要及时就诊了 三 食欲变小 没有胃口 老人胃口差的主要原因有三点 一 味蕾退化 随着年纪的不断增加 味蕾也会逐渐退化 这就导致我们的舌头 感知食物味道的能力 在逐渐减弱 好像吃什么都是没滋没味的 所以胃口就变得不好起来 二 消化功能变差 老人胃肠吸收功能下降 蠕动减慢 消化液分泌减少 吃了不消化 想吃东西的欲望也就减少了 三 牙口不好 牙口不好可以吃的食物种类减少 只能吃一些稀的软的食物 饮食太单调也会造成食欲不振 对此专家有以下建议 一 适当增加汤类食物 相比于固体食物来说 汤类食物能够更好的刺激味蕾 对于食物的敏感度 所以说日常老人家可以多吃一些面汤 蛋汤 肉汤等等 二 吃住消食食物 常见的山楂 橙皮 以及神曲等等 这些食物都能够很好的调节消化功能 可以在熬汤的时候适当加点 也可以每日泡茶喝 三 牙病要早治 如果出现了牙病 一定要及时的接受治疗 千万不能够汇集记忆 如果出现了脱落的情况 一定要及时的相补 四 腿脚不灵活 走不动了 随着年纪的增大会发现 腿迈不开了 走几步就累了 造成这些衰老的症状的原因 可能是这些 一 缺少营养 食欲不振 吃得少 很多老人容易营养不良 自然也就容易出现双腿无力 行走困难的情况 二 骨关节退化 随着年龄增大 人体代谢水平逐步下降 体内钙质 胺糖等成分会流失 关节腔变小 关节软骨变薄 就会导致关节疼痛 活动受限 骨关节退化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在30至40岁开始 就要提前保养 适当补充营养素 延缓退化进程 三 肌肉量减少 年龄的增大 生长激素水平降低 营养吸收困难都会 导致肌肉量随之减少 一般来说 大约3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 可能会开始失去肌肉质量 但相对来说 在男性中更常见 对此专家建议 一 老年人膳食原则 每日膳食用碳水化合物来补充能量 用优质蛋白 如豆制品 蛋 奶 鱼等 补充机体的组织细胞消耗 用蔬菜和水果补充维生素 适量摄取 脂肪以保证集体的需求 并要低盐低脂低糖 低脂固醇和低刺激 并且饮食要定时定量 少食多餐 二 适当锻炼 运动能有效提高 机能状态和运动能力 并增加肌肉力量 但中老年人在运动时 要遵循 寻取渐进原则 切不可训练过度 超出身体负荷 大家一定要正确面对 自己的衰老 别总和年轻时候去比较 体检时 有些指标超标 抑或是不达标 也并非就是有病 但是当出现身体不适时 也不要汇集记忆 还是要早发现 早治疗为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别忘了分享给朋友 一起讨论 YouTube和Facebook 都能找到唐桃哦 期待看到您的关注与互动